怎麼XD啊 然後打架收場 你們又怎度看呢 一時時,大数 三百多元可能可能很少 沒有計較少 男 mesmo 起初要全國追求 才讓男生多給一點 所以你便溝通不到 你要想給他會不舒服 我自己也不搭水 怎會差給錢 聽說最先興起AA制的是荷蘭 荷蘭人不想在請客之後 一輩子都再見不到對方 於是就有吃飯給自己的習慣 而今年還多了AB制 即是男生比大部分 女生比小部分 但究竟AA制在禮儀上對不對 不如問問專家吧 誰去做請就應該誰去付錢 不論是男生提出出街 或是女生提出出街 如果我覺得是很明顯想AA 我當時去邀請的時候 要已經去做到這個動作 就很難說 坐到餐廳團單尾時 才去提出這件事 反過來 如果不想對方比賽的話 又可以怎樣做呢 我請啦今次 沒有啦我還給你啦 沒有啦今次我請啦 今次我請 下次再理想好不好 那我現在請你出去吃糖水 她還說 如果男生有風度的話 第一次出街都是做給錢的啦 下次再見 第二次見 會戴 estimat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